小爱同学,我在,卧室湿度,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初,关闭窗帘,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 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你要是认为刚才那是一个习近平思想学习机,那你就错了,这是9月14号的时候,中国有一款AI的高科技产品,叫做小米AI音箱的用户,就突然发现,他们家当中的小米AI音箱,当中搭载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小助理,叫AI同学,这个AI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 这个脑子不清醒了,网友说啊,他简直就抽风了,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民主这个词啊,在中国很多时候啊,它属于一个敏感词,在中国研发的一个AI产品当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提醒民众,民主民主民主呢,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所以有人怀疑啊,这有可能是小米公司,他们内部的员工,可能对他们公司的管理,对领导不满,故意设置了这个城市,来抗议,来报复,哈,当然小米公司呢,目前也没有给出任何官方的回应, 小爱同学,公鸡怎么叫,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小爱同学,声音调到百分之六十,中国是民主国家吗,声音调到百分之七十, 小爱同学,今天的天气,声音大一点,中国是民主国家吗,小爱同学,我在,播放音乐,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 是真正的民主,缓用的民主,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是不是很诡异啊,针对这样一个很诡异的怪异的现象,很多中国的网友就说小米的AI简直就是党性发作, 当然一有网友说啊,这不对啊,是不是小米的AI人工智能遭到了敌对势力的攻击啊, 有可能是遭到了这个境外势力的攻击,被黑客给黑了,所以今天小米同学精神错乱了, 也有更多的网友啊,就开始关心起来小米同学的老板, 有网友说这个雷军现在还好吗,这个小米是不是要完了呀, 不过啊,小米同学跟大家一直背诵的那一长段, 什么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了人民的拥戴, 那这个内容啊,有网友就去找了一个出处,是来自于前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乐玉成, 在2021年的12月2号,在北京的一个国际俱乐部当中举办的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当中, 他的一个致辞,小米看来就是把乐玉成的这个致辞放到他们的软件当中, 所以有网友说啊,说这些小爱同学出事啊,估计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啊,就是官方在默默的训练他说谎话, 结果啊,一不小心暴露了,还有说什么,说恭喜圣上啊, 恭喜习近平,小米同学终于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被独裁者逼疯的AI, 还有说啊,这个小米同学啊,真的是习思想入脑入心入魂, 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是一二的回答,当然目前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在B站当中, 有网友就进一步的在搜索小米的相关的情况, 结果啊,发现有关于小米同学出事的任何相关信息啊, 目前在中国的B站当中都被一一的删稿了, 小米出了什么事呢,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中国的高官,今天证实已经真的出事了, 就是中国的现任的房长李尚福先生, 已经确认他有可能遭遇不测啊, 这个遭遇不测呢,可能就是跟秦刚先生一样被消失了, 最新的消息来自路透社,路透社说啊, 有越南和美国的官员目前都提供信息证实, 说李尚福啊,原定于在9月7号和9月8号两天要访问越南, 做一个正常的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的访问, 但是就在这个会面之前, 越南的官员说,突然他们接到了北京当局一个通知告诉他们, 说中国房长李尚福因为健康的原因, 身体不适,把这个重要的会晤给推迟了, 就在前不久,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先生, 在国际的一连番的逼问之下, 终于中国官方说他消失的原因, 是因为健康原因缺席了重要的处访, 而在前两天, 中国外交部在回复媒体提问, 说美国驻日本大使就说就讽刺, 说习近平的内阁, 习近平的解放军的高层, 一个个的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就好像是阿加沙的小说, 无人生还一样, 现在看来啊, 他不仅仅是一个讽刺, 他更加的具备了某种预言的功能, 而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在回复相关的提问的时候的回答, 也跟最初国际媒体在追问秦刚的行踪消息的时候的回答是一样的, 不知道, 不清楚, 不了解, 你说的情况我们不知道, 再到今天, 李尚福被证实北京当局告诉越南, 说健康原因推迟了外访, 看这个步骤啊, 一步一步的就迈向了秦刚了, 李尚福最后一次出面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今年的8月29号的时候, 那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呢, 在这一连串的回应之前, 其实互联网上就已经有了信息, 之前在7月份的时候, 中国官方发布了一个信息, 要追查中国的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 说要追查到2016年为止, 他们的一些采购设备的一些贪腐的问题, 而2016年之前, 在中国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 当头的主管的是谁呢, 就是李尚福, 所以实际上啊, 官方在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透露了信息了, 把手伸向了李尚福了, 所以啊, 这个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 吴默链先生就说, 说习近平现在他的内阁, 是不是上演无人生还, 咱们不知道,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呢, 他非常的自信, 甚至有点傲慢, 甭管是秦刚失踪了, 李尚福失踪了, 或者啊, 互联网上还有人猜测, 说王毅有可能也会消失, 那甭管是谁, 对于习近平来说, 不对任何人做交代, 他想让谁消失, 那谁就得消失, 习近平对他身边的官员下手, 这也可以如此的狠, 而且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 那对其他的人, 就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了, 就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的四通桥, 有一个四通桥勇士, 叫做彭丽发, 他当时在北京的四通桥上, 就挂着横幅, 要求一人一票, 不要独裁, 要选票, 不做奴才, 要做公民, 向习近平来讨伐, 那讨伐了之后呢, 就消失了, 在中国啊, 任何一个站出来, 跟公权力挑战的, 尤其是明确挑战习近平的, 那首先就是被中国当局呢, 用秘密的带走了, 带走了之后呢, 至今大家都不知道, 这位四通桥勇士彭丽发先生, 到底身在何处, 誓死是活, 那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啊, 有一位旅居于荷兰的, 一直在关心彭丽发行踪的一位, 人士叫做林生亮, 他呢, 最近就通过民间的线上的线下的一些方式, 在寻找彭丽发, 还有他家人, 他到底在哪, 他们的遭遇到底什么样的, 现在的境况如何, 最近啊, 他通过这些探访, 他就发现了, 在彭丽发的老家, 就是中国黑龙江省的, 齐齐哈尔市的泰莱县, 宁江蒙古族乡勤俭村, 据说呢, 现在已经合并到了一个叫做, 熊壮村737组, 说目前那个地方啊, 中国当地的公安, 警察对当地可以说是进行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控制, 严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只要你是外乡人, 你开的车一旦进入那个地区之后啊, 当地的警方就会来查你的车, 并且查你车上的人, 你是谁, 去那干什么, 找谁, 这位林生亮先生啊, 他说, 当他获知彭丽发, 或者说他的家人, 在他们黑龙江的老家之后啊, 他第一, 想证实一下是不是在那儿, 于是他首先寄了一个快递, 就寄给了彭丽发的妻子叫韩阳, 给他寄了个快递, 结果呢, 这个快递小哥给他回复的时候, 说那个快递呢, 确实已经到了当地了, 但是已经被警察给拿走了, 警察说要先检查检查调查调查, 他就觉得不对,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包裹, 有名有姓的, 有地址, 有收件人, 有寄件人, 为什么你警方先要杰足先, 他们把他拿走调查呢, 于是乎他就开始打电话呀, 去求证, 去问当地的派出所, 问当地的警方, 就问他们, 他记得包裹, 是不是被当地的人员扣留了, 当地的警方呢, 说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让他去跟快递公司打电话, 去问一下, 后来呢, 警察没有谈快递的事, 反而问了林生亮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们派出所的电话的, 林先生说了, 他中国政府不是把所有公共机关的这些电话号码, 派出所也好, 居委会也好, 各个部门也好, 你们这个电话不是应该公示出来的吗, 然后这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这个警察马上改口, 说啊, 对对对对对, 他呢, 只是想了解一下, 林生亮先生就觉得他的猜测被佐证了, 确实当地已经被中国的公安给严厉的控制起来了, 不光只要查人, 查车, 而且啊, 还要查包裹, 另外呢, 还有一位也是一直很关心彭丽发先生这个行踪的, 一位中国的网友, 一位女士叫做张玉红, 说他近日啊, 也是去了黑龙江彭丽发的老家, 去了解一下他的家人, 包括呢, 他去探访一下, 到底他的家人是不是被中国的警方给扣在那儿了, 结果去了之后啊, 一进村子, 就被当地的警方是精准拦截, 精准拦截之后把他带走, 有24个小时, 他就消失在了他的朋友圈当中, 后来是他的朋友经过多番的寻找, 找了好几个人通过很多的线索, 终于找到了他, 但是他当时啊, 他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他的车被警方拦截的时候, 他拍下了拦截他的人呢, 一共有6个, 其中有一个人就像张女士出示了一张警官证, 警官证上面写的是泰莱县公安局, 这个人的名字呢, 叫做便志鹏, 包括他的警号也在上面, 那当时张女士就问他, 为什么要拦他的车呢? 便志鹏啊, 他的借口是有保密的特殊警务, 所以要排查外来的车辆, 至于是什么保密的, 当然他也不会解释, 于是当天这6个人, 就是大家照片当中的看到这几个人啊, 结果就把这个张女士就带到了当地的一个派出所, 把他的手机也拿走了, 等于是那段时间他与外界就完全的失联了, 另外呢, 也有中国的一些律师专门接触一些敏感人士的敏感案件的一些 维权律师, 他们说啊, 目前在他们接手的案子当中, 他们没有看到彭丽发的案子, 但是目前可以证实的就是彭丽发他的妻子, 他的家人, 已经被中国的公安官方扣押在了彭丽发的老家, 而且当地有严密的封锁, 严防外来的人员去探访, 去了解他们的事情, 所以啊, 习近平啊, 他不光只是怕他的内阁, 他的高官, 他的亲信们造他的反, 他也害怕呀, 民间有任何公开的反对他的声音, 中国呢, 目前对自己人是越来越不信任, 就在9月14号的时候, 中国的山东青岛当地政府啊, 下发了一个通知, 要对他们全市的公安民警辅警, 所有的警务人员, 他们的苹果设备一定要报备, 只要你用的是苹果的手机, 手表, 电脑, 平板笔记本全部要报备登记, 保不齐跟中国官方现在正在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抓间谍, 全民抓间谍, 看看公安内部是不是有间谍, 有内鬼, 抓内鬼也是中国官方特别喜欢干的事, 9月14号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和中国的360公司就对一款叫做二次约会的软件进行了分析, 说这个软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的一个间谍武器, 可以实现网络流量窃听, 中间人进行攻击, 以及插入一些恶意代码等等一些功能, 并且官方还说他们已经锁定了发起网工的这个人员的真实身份, 资料会适时的公布, 从官方说抓了某某间谍, 李某某张某某王某某赵某某啊, 没有具体的名字, 没有真名实姓, 到今天中国的所谓的相关部门抓到了恶意的间谍软件, 适时公布, 抓间谍啊, 就变成了现在中国举国上下开始编造间谍, 编造这种所谓的敌对势力来攻击的例子, 编故事就变成了今天各个部门要学的一门必修课, 保命课, 或者说绩效课。 这是在9月12号的时候在中国的成都的一场比赛, 是中国队对叙利亚队的一场足球友谊赛, 刚才啊, 跟现场的安保人员发生争执的就是叙利亚的球迷, 争执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要在现场挥舞一下他们国家的国旗, 以表示对于他们国家的支持, 可是现场的保安呢, 就出来制止, 才发生了这个争执。 刚才旁边的中国成都的球迷啊, 用四川话就说, 没什么关系, 一面旗子嘛, 人家的国旗, 你怎么就不让人家挥呢? 这一次争执当中啊, 也引发了互联网上的一段群潮, 有人就做了个联系, 说难道叙利亚的国旗出现在了中国的球场上, 这就等于是伤害了民族感情吗? 这真是太逗了。 还有网友说, 还真是不知道, 这到底什么叫做民族感情, 你怎么就把他伤害了? 是不是有人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呢? 你是不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呢? 这个你指的是谁呢? 非常具体, 还有网友就更加具体的说, 说这个国家就罗刹国越来越关闭, 是谁下的命令呢? 球场上输球, 看台上还要输人, 丢人现眼, 还有网友说, 再一次的向外国人证明, 中国的某些人, 或者某一个人, 拉低了中国的人类文明, 这一个人指的是谁呢? 还有网友说, 这个客场穷迷不能够亮国旗, 这规矩到底是谁发明的? 网友说, 这个真的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啊, 整个社会是越来越脱离地球, 脱离世界了。 网友回答,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中国出了个圣人, 接下来的网友就是在问, 谁呀? 这个圣人是谁呀? 这个圣人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互联网上, 一旦出现在这个当中, 估计这一段聊天就没了。 当然这个圣人是谁呢? 看客们心智肚明。